刚在市场里面花了三万块钱收了四条白底芯 平均下来的话一条还不到一万 然后一会儿呢咱们就要把手镯拿到加工厂去起货了 起货之前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四条手镯长什么样 看一下这个颜色蜡不蜡 每一条呢都是一个阳绿的颜色 而且上面的颜色占比例非常多 有三条都是占到大半圈的一个颜色 咱们打个灯看一眼 颜色全部化开非常的鲜艳 那白底芯的料子呢大家应该都有了解过 现在市场上基本上普通一点的都是要两到三万起步 今天这一手料子之所以几千块钱就弹下来 当然当中也是需要有大家去包容的地方 比如这一条在倒角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些裂纹 不过这种在角落里的都不用担心 因为一打磨之后咱们以前也有讲过 它是带有弧度的 所以这一块呢咱们要给它全部磨掉 然后这一条就是颜色方面会少一点 在表面的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些皮壳裂 那这些瑕疵能够接受的情况下 这手料子的起货肯定是非常好看的 咱们现在先话不多说 把这手料子挑一条拿去加工 做成成品之后看一下起货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走 白底青手卓已经起货好了 色调分明清爽大气 有层次感的将浓淡相宜呈现给大家 是所有手卓里永不过时的经典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还想找什么样的手卓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